那如果我早點買的話 我會划算 早點買的話 大家是因為看到那個本金 是447萬 可是這種單其實早點買 它本金不是只有447萬 它會其實更多 因為它65歲 蹲腳 就剛剛老師講的 年紀越大買得越便宜 對 所以它就是要拚它 如果99歲 它就開始賺錢了 那適合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那種 非常保守的 對 坦白講有的人買什麼 它經常就是沒有專心 或者是常常投資私利 所以有人說 它不如就是把錢 就放在保單裡面 起碼20年後 穩穩的這個錢本金還在 因為它剛剛480萬 扣掉447萬 還有20幾萬啦 20年 就是本金還在這樣子 現在啃老族太多了 那你有時候現金 你放在身邊 那個小孩很多 小孩看那個 騙那個房氣地氣的一大堆用 每天都回來咕咕地用 對 叫父母賣房子 比如說我要做生意 我要投資買房子 我錢的賺再分你這樣子 那種太多 那有的很擔心 乾脆我就一筆放在保險公司 是 萬一我死了 你繼續領領20年 你要多就沒有 那像這樣的族群也蠻多的 跟小孩子說沒錢 對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第三個就是說 擔心你自己活太久的人 這個好好笑喔 對 就是對自己很有信心的嘛 對 我們現在台北市最高的人 人瑞好像是122歲 所以是有機會的喔 122歲那個人有出來嗎 有有有 不過像老師講的金收手 我前幾天看日本有一個人瑞 東京有一個人瑞是130幾歲 結果後來是假的 已經變乾絲了 這個每年重陽街都會有出來這樣子 所以買這種單有最大的好處 就鼓勵自己一定要活下去 變成人瑞 鼓勵自己要健健康康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種叫做 極其型的年金 還有其他類型的年金 對 如果沒有一筆 像這樣蹲腳的話 還有其他的一個年金的方式嗎 對 像剛剛我講說 今年賣的 熱賣的 除了極其年金 投資型商品 還有一個就叫 力變型的年金 力變型的年金 對 力變型的年金我們來看圖 就是說你可能就是鎖定一段時間 比如說繳20年30年 那你每年可能繳一筆金額 可是繳到30年之後20年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跟我們的老闆年金一樣 你可以一次領回 或者是每年來領年金 那它一樣也是活越久領越多 或者是說你要選擇一次領回 立即享受也可以 這種就是叫做力變型的年金 但是它的所謂的力變 是指說它的 力力變動 對 它是有個宣告利率 那因為最重要現在二代健保 很多人擔心就是說 比較高資產的 因為我們現在 比如說五千塊以上 不是要被扣嗎 那五千塊其實就四銅36萬 36萬就要被扣到 那有的人可能一百多萬 他拆成三張 他覺得很麻煩 鎖定存 那不如就去買這種年金 就為什麼說最近 力變型的年金鮮賣得很好 那裴裴家人有買這種 力變型的年金鮮 因為像我哥哥他有買那個 那種叫做 也就是像剛才甄莉姐說的那種儲蓄 對 因為那個儲蓄 它就是也是比如說六年的時候 六年時間 然後你存夠一百萬 對 對 然後等到六年之後 開始的前五年他就會給你 就你那本金還是在 然後六年之後的那個前五年 他就會給你每個 每一年大概五百塊的美金 然後再來的十年 一萬五 對 一千塊的美金 然後再來的十年 他就每一年給你一千五百塊的美金 所以你就等於說一直拿錢 一直拿錢 一直拿錢 然後我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那個錢又還是一直在 可是你有精算嗎 精算什麼意思 就剛剛的精算你到底要活到99歲 對 才會真的賺錢 可是你領多少 然後繳多少 那沒有說一直拿錢一直拿錢 就覺得這單好划算 其實就是因為你會一直覺得 一直拿錢一直拿 你以為你賺到 可是你要精算 有的時候並不是那麼划算 對 真的 在市面上很多賣保險的業務員 他會告訴你一個什麼叫做預訂利率 對 會告訴你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公告利率 對 他也會告訴你一個什麼什麼4% 對 也會告訴你一個什麼叫3% 對 各位聽到這些數字跟這些文字的時候 你不要自己幻想 把它幻想成銀行的訂存利率 對 然後會想說保證4% 而且不要 千萬不要幻想 因為聽到3% 4% 5% 6% 就覺得比訂存好太多了 對 但是你要知道預訂利率也好 公告利率也好 它都不是真正的你的投資報酬率 是 我們是不是也在講 不是嗎 差一個字 差很多 怎麼說 更換它差兩個字 是 我們簡單講就是說 你搞不清楚的東西 反正就是扣掉一些費用就對了 你就不要去碰 你要去碰的話 你就打0800的電話去問保險公司 給它打破砂鍋問到底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然後他跟你講一些預訂利率 講一些很專業的名字 小姐我都聽不懂 我知道我錢進去10塊錢 你給我多少錢 這樣聽到有沒有 對 這樣比較簡單 這樣比較簡單 想排話 對 不要被那些文字跟數字迷惑的 這是我一再強調的 你也不要自己幻想 一如趕快幫我們算一下 幫我們算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都搞不清楚 老師剛剛講什麼預訂利率 都搞不清楚 紅都暈了 對 對 那像這張單 我是以這張單來分析 假如說30歲買那種 六年期的利便型年金 一年如果繳145萬 哇 繳那麼多 那繳6年 繳6年來算的話 總共應該是繳到 870萬 870萬 對 那他繳完6年之後 他開始年齡年金24萬 保證領20年 那也是很簡單 那我們就用這個 870萬 我們總共繳的金額 去除以24萬1000多 我們看我們總共可以 領多少年回來 差不多30幾年 對 差不多36年 36年 那假設說 36年的話 他也不夠才66歲 不對 還要再加6 因為他說是買6年 買7以後 36再加6 72歲 72歲 才總共把你所繳的錢 領回來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 滿划算的 那你當然可以購買這一張單 所以73歲就賺錢了 73歲就賺錢 只是打平 沒有72歲剛好打平 打平 你有投入的本金 都還沒有去滾付利這些 所以他唯一的 最大的好處就是激勵說 你繼續活下去的永遠 對 那你72歲 那你一定就要活到102歲 再活30年 那這樣就一定划算了 喔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試算的 這個保單是一份真實的保單 對 我製作單位 聽說給我是一張真實的保單 對 應該是真實的保單 沒有…都可以啊 他只是說這一個人是30歲買的 可是因為他可以活到72 73歲才賺錢啊 可是問題他繳得多 你繳得不會比較少 你繳得多你如果35歲繳 就不用到145了 他會低一點 他會低一點 但是再怎麼算 保險公司都贏了 因為我們常常講 剛剛在講那個預定利率 其實它就是目標 我們有一句話 爬不到的叫目標 做不到的叫理想 對 對不對 像這種立變形的年金賢 有適合他的族群嗎 對 還是有 因為現在真的是賣得滿夯的 對 最適合哪些族群呢 當然就是說 你有資產 高資產 現在什麼叫高資產呢 其實有100萬 就算滿高的資產 對 很多的薪水族來講 對 其實我補充一下 其實很多醫生 對 醫生都很喜歡買這個 因為醫生第一個他不會理財 第二個 他沒有時間理財 他沒有時間享受 對 憲哥講得很對 很多醫生是真的有錢 沒時間理財 他可能就會運用這樣的保單 還有就是說 像二代健保的節稅的朋友 很多人也買這一種 再來就是說 特別很多人就是 風險承受度很低的 他覺得錢留在我手上 可能沒有放在這裡好 那可以保本 所以這種追求資金穩定的族群 它就會當成退休金的規劃 另外有一種就是說 它是高年齡層 可是他年輕的時候 他身體狀況就不是很好 他可能沒有買到足夠的壽險 那他可能就會利用這樣子一個 一個年金型的保單 來做一個補償這個 就是補償的作用這樣子 不過像這樣子 對他沒有好處啊 他身體如果不好的話 我們看剛剛那個小明 是啊 所以這個也是要精算清楚這樣子 對 我也覺得 對 我補充一下那個啃老族 家裡頭有啃老族的 怎麼辦 買這個最好 對嘛 真的喔 買這個最好 就是藏錢嘛 因為以前我不太贊成買這些東西 可是現在啃老族真的很多 你知道嗎 那如果說有一筆錢 這個又沒有解約金 如果說又沒有解約金的話 對… 連骨頭都沒有 連骨頭都沒有 買這個對不對 他也不能去解約 那個小明或者是小明的小孩 可能又來哭一下 要求一下爸爸要借我 反正你就不能解約嘛 已經把你綁死了 對… 對啊 買這個最好 還有一個好處啊 對 因為他的小孩需要每年都有領錢 所以會奉養他的父母親 奉養他的父母親 活到九十歲 一百歲 一百一十歲 二十四萬多少分過 對… 所以這種保單還可以 促進家庭和樂 還有這個孝順的功能 孝順 對… 好棒喔 會出孝子 對 最後我們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我們大家會說 魚反魚 蝦反蝦 孤是孤 比是比 看起來 哪像要一樣 其實都不一樣 國語說 魚與熊掌 不能得錢 我們希望保險就是保險 投資就是投資 兩個不要混為一團 買到你自己心目中好的保單 跟你的期望子一樣的話 就是一張好的保單 沒錯 今天提供了幾種選擇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們參考 也希望大家謹慎的思考之後 再來選擇一張適合自己的保單 謝謝做的來賓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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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